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标局举例说明你是怎么使用你的商标的 商标局在审查一份申请的时候通常会考虑一些因素 比如这个商标是不是被用作了商标 这个商标是不是在使用当中 还有申请当中的商标跟实际使用的商标是不是同一个等等 所以使用样本的选择是要基于在整个申请当中的描述来确定的 如果你还是很费解的话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例子 我选择的是一个常见的商标星巴克 星巴克将他的商标Starbucks注册在了类别30号下 类别30号中包括了面粉 面包 糖果 咖啡 大米等等这些食物 那星巴克将这个商标是用在了咖啡豆上 他在递交申请的时候呢 所递交的使用样本就是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片呢是可以看到是有一包咖啡豆 那Starbucks这个字样很清晰地出现在了这个包装上 那么我们很清楚地就可以知道 这个咖啡豆是星巴克的 那星巴克还有另外的一个商标 是一个R的商标 同样星巴克将这个商标注册在了43号类别下 这个类别当中呢是包括餐馆 咖啡馆 外卖服务等等 在递交申请的时候 星巴克还是选择了递交了几张照片作为使用样本 这几张照片完全地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来了 这个商标在实际使用当中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张图片呢是在星巴克的门口 这个商标就刻在了墙上 第二张图片呢是在星巴克咖啡馆 供客人落座的地方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商标出现在了墙上 第三张呢是立在门口的一张菜单 上面同样出现R这个商标 那这三张图片真的是完完全全可以展示出来 这个商标是在实际使用当中的 而且呢它又不单单的只是用于宣传跟广告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张图片 在这个菜单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箭头 它指向了餐馆的方向 也就是会告诉客人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些食物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美国法上有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当中呢是规定了 如果你只是单单的用这个商标告诉我 存在了这个产品以及产品的优势呢 这样是不足以证明这个商标被用在了这个商品上的 那通过以上的几个例子呢 我想大家大概可以发现 有一些使用样本的选择 我们是可以基于我们的常识来进行判断的 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也会选择自己去递交这个商标申请 在这里呢 我想向你介绍一个网站 就是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官网 在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查到关于商标申请的流程 费用 以及商标法上的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如果你是居住在美国境内的申请人的话呢 你完完全全可以自己进行商标申请的 在2019年的时候呢 商标局颁布了一个新的规则 就是说居住在美国境外的申请人 如果想要递交申请的时候 是必须通过美国职业律师的 那不管你是居住在境内还是境外 商标申请都不是单单的只是递交一个商标 跟使用的量本这么简单的 这里还需要考量一些 比如说商标布局啊 商标防御这些 在初始阶段就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就依赖于呢 经验丰富的律师为您出谋划策 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